時間的關係,請時主委辛苦一點 請時主委跟刑事警察局 市主委還是副署長要來 先不要副署長請坐,請林局長就可以了 副署長,我倒是在這之前還是提醒一下副署長 警察同仁有被冤枉的你也敢說 像北捷說他通報你們,結果警察都沒有來 結果你們不敢反駁,這個是不對的 這樣沒就沒了,過半分間了 重來好不好 市主委,我要先實據舉例子說人民有多無辜 我舉的這個是我自己周遭人的例子 第一,我的服務處的助理,她是媽媽 她我真的給她拍拍手,我非常高興,她有四個小孩 現在有四個小孩不多,所以她是非常忙碌的媽媽 但是呢她跟學校的老師的關係要很緊密的建立 所以現在科技發達,學校老師也很進步 學生家長有一個群組的LINE 有一個群組的LINE 那老師跟家長之間的信賴度夠緊密吧 老師跟家長常常互動 有什麼也常常需要家長的一些資料狀況 特別是一般並沒有很多人的特殊教育班 對不對 好,有一天 這個媽媽收到老師要求要填寫資料 她會有任何的質疑嗎 家長會質疑老師嗎 家長會懷疑老師要跟她要的個資嗎 不會 就只是因為這樣 所以她就提供了個資 然後呢 主委,怎麼辦 確實在委員剛才所提到的這種情境之下 我第一,你想這種情況 家長要過了多久才會發現她是被盜 個資被盜 你猜 通常會有後續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民眾的警覺就會被勾起 好 最快最快 讓你最快最厲害 也是放學去接小孩 才會發現 還放學接小孩 還不一定會發現 對不對 好 個資被盜了以後 這是一個例子 再來呢 她自己趕快 做的動作 就是報案 通知她的這個銀行 或者有使用信用卡 可是銀行跟信用卡都跟她講 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 有沒有被用到什麼地方 不知道 會做什麼犯罪使用 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叫她等下一次的帳單 警政署 這樣對嗎 什麼都不知道 讓消費者等下一次的帳單 你就知道了 到目前為止是這樣對不對 很可悲 我們的警 警察單位說 到目前就是沒有辦法 不知道 要等你收到下一次的帳單 這沒有消費者的錯 她並不是不夠謹慎 好 這件事 我就教育我的助理 以後任何的個資 特別是身分證字號 你只能當面給 夠信任 才當面才能給 任何透過管道的你 通通不應該給 我這樣夠謹慎吧 對不對 兩位 我這樣夠謹慎 我還自以為聰明 覺得自己很謹慎 馬上過了不久 換我自己 我收到這個簡訊呢 還是一樣用Line來的 這個 特別是女生很難抵抗 免費贈送貼圖啊 這個是一般人很難抵抗的 好 她也沒有要我的身分證字號 我一再地告誡 我的周遭的親朋好友 身分證字號非常重要 絕對不能給 絕對不能給 除非當面你自己寫的 或者當面給的 知道做什麼用的 信的過的 因為這個 要求的這個 她沒有要我的身分證字號 她只有要我的認證密碼 她只有要我的認證密碼 不是個資 結果我就上當 還好啦 我上當 我輸入我這個密碼以後呢 我就覺得有點懷疑 我有點懷疑 我趕快問人家 人家就說 你上當了 我趕快再把我的密碼再變 這是最快速的處理方式 但是 我一樣耶 我不知道 我心裡會開始講 我不知道我剛才 點進去的那個 我差不多在三分鐘以內 變更了密碼 可是這三分鐘 有沒有可能被做什麼犯罪使用 有沒有可能 還是有可能 不要只有點頭 我現在就要問兩位 怎麼辦 怎麼辦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裡面就只要各自的 那個外線 駭客的入侵 各自的盜取 事實上這個問題 是在我們目前 網路世界裡面 是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是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那駭客入侵 我的時間很寶貴 告訴我怎麼 這些相關的 網路業者之間的話 他本身的安全 維護的這些機制 事實上一定要強化 如果本身 網路業者 他們的安全 防護機制 不夠強化的話 那他的效果 你在你的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說過的 我都看了 就不用說了 這些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是不夠的 來 我具體的 來問你好了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我請問 這個刑事警察局 我們詐騙的 小額詐騙的 破獲率多少 注意回答我 小額詐騙的 破獲率多少 我們目前沒有做這個統計 沒有做這個統計 沒有做這個統計 好 我懷疑 我不是說所有的詐騙行為 比如說我剛剛那個 到密碼的 沒有個資的 他可能到不到我的金額 現金 他可以拿我這個帳戶去 做什麼壞罪 犯罪行為或者壞事 但是沒有直接從我這裡 可以扣到什麼錢 可能沒有 但是我那個助理 有身分證個資 那就很難說 那麼 我現在問你的是 至少有報案的 你破案的 有多少 這件案子 現在要准破是相當困難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這類的案子 大部分百分之八九十字 發生在LINE 所以 破獲率是零 是不是 沒辦法破 因為這個LINE 它是加密的軟體 我們根本那個 沒辦法切入 好 破獲率是零 沒辦法破 破獲率是零 那怎麼辦 怎麼辦 你都沒辦法破 你說沒辦法破 我們就束手無策嗎 好 警政署你可以回去了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有跟LINE 公司一直在談 包括昨天 我就請他們日本總公司 派人來跟我們談 我們也希望在偵察面 換面 跟他們能夠合作 能夠提供一些 異常的資訊 最後人頭都是 人頭商務都是在 在線索的一個偵察這樣 在國外嘛 對不對 所以破獲率是零 沒有辦法 好 請回 你都沒有辦法了 我要你站在這裡 也問不出什麼 來 主委 警政署說沒有辦法 怎麼辦 主委 跟委員報告 可能分幾個方向來做 第一個呢 當然這個電信業者 也是提供這個傳輸平台的參與者之一 所以我們在電信業者這邊 會加成了多少 主委 你在書面報告上面有說的 就不用再說一次 浪費大家的時間 警政署很坦白 破獲率是零 因為說實在 我也不敢苛責他們 因為這個是非常困難的工作 他的人頭帳戶在海外 在中國 在其他什麼地方 然後無從追查 沒有辦法 來 再來 你說的 警政署 我現在有一個 來 主委 你的書面上面寫的 說 用零貴或其他安全方式取得 用戶需要保護自己的話 要零貴或以其他安全方式取得 什麼叫其他安全方式取得 就跟零貴相當的 什麼叫相當的 什麼嘛 你舉個例嘛 我覺得除了零貴以外 沒有什麼可以相當的 什麼相當 我要在這裡要求一個 就是現在還是有很多電信公司 他是可以這種小額付費的 那我看到的你們兩個有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警政署說 103年三葉曲全面推動要零貴 那你的是說還有其他安全方式 所以我才會問你什麼叫做其他安全方式 當然目前電信呢 除了他很多的分支機構 電信資訊非常進步 每天進步隨時可能還是會被破解 我覺得還是就照警政署的要求業者 真的要用小額付費的 全面零貴自己消費者 自己認證以後再開放 不然都不應該開 我要求這樣做 可以嗎 我們一定會找電信來研議 其實越密是越安靜 不是研議 警政署說的是全面推動 103年3月就已經全面推動了 不要再什麼雙簡訊雙認證 我認為這個 真的要讓消費者自己負責的話 就是要零貴才可以 否則我剛剛跟你講的 你讓消費者負責是不公道的 你讓一個家長去懷疑老師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要求要 一定要全面零貴才可以 另外除了全面零貴 我認為要杜絕這個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電信業者 在要開放這種小額付費的時候 應該要先提醒說 你現在開放了 你必須要自己負責 你要小心 要警告 可不可以做到 可不可以要求業者做到這一點 關於這個資訊透明 以及提醒消費者 我們一定會督促電信業者做到 我會發了 我希望我可以看到 你發給業者的這個文 因為這真的不是 這真的不是小事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普遍 而且小額付費呢 看起來是小額 其實剛才 李昆哲委員說5000 我知道中華電信是6000 對不對 不是5000耶 6000耶 6000其實也不小耶 對一個家庭來講 6000塊很多家庭 是不小的一筆金額 有些人甚至6000塊 就過一個月的伙食 好不好 主委 是 那你可以同意了嗎 你可以答應要求業者 一定要零貴才開放這個 用小額付費 用手機做小額付費嗎 所以我們一定會召集所有電信業者 朝那個方向去推動 你要多久的時間才可以把這些 我們一定會盡快辦理 盡快是多久 我們下禮拜就可以召集業者來 好 好 下禮拜 我希望看到你下禮拜給業者的文 好 那 最後 我還是要再提醒一下 這個 NCC 到了警政署的時候 都有一点太慢了 真的 真的關鍵所在是在你 本來我是要你在下面就好 但是我後來 覺得你還是應該上來一點 會比較謹慎 如果要問這個整個詐騙的 當然執行的 這個司法的手段呢 是 第一個是 警政署 但是 真的能夠杜絕這件事情 是NCC 所以你責任重大 謝謝 謝謝委員提醒